在這個港姐訓練到現在可以站穩 老公是否給予的? 其實今天也是穿了拖鞋回來 在這裡換 我覺得也尊重牆壁 但是我現在拿出來的高跟鞋 全部都是最穩固的 現在還好 但是她說慢慢走 反而是其他危險動作 例如拿著重物或蹲下跨過障礙物 她就會比較警醒 抓住我 對 抓住我 你怎麼了? 不可以這樣的 昨天也是見完醫生 醫生說現在情況比較穩定 所以想跟大家分享 現在已經過了三個月了 但是你還沒見到 對 他們說通常四五個月 有脹胃 藕都有一點 有時候早上喝水 或者喝得多些流質的東西 有時候都會反胃 清淡了 對 現在反而吃蕃茄 或者一些沒什麼調味的食物 我都挺喜歡 吃多了很多澱粉質 如果將來生女兒 被她算乾淨 我買完剛才6號問而已 現在男女還不知道 不要 因為 為什麼叫這個名字? 有些粉絲朋友很喜歡叫 Ben和我做元寶 現在有個嬰兒就變成怨寶寶 對 她就是怨寶寶 其實也一直想要的 但我們沒有認真去計劃和執行 我覺得這也是隨緣 因為有緣分的話 嬰兒也會選我 所以對的時候就會來的 香港小姐的活動 我都挺怕自己沒得再出席 因為始終那個年份都比較遠 怕別人不記得 所以難得邀請我出席 我當然要找家裡最漂亮的裙子 現在換季 我就找只有兩條裙子 原來沒有穿過 一條是其中一個 都不是裙子,是裙褲 我覺得香港小姐除了穿裙子 都可能可以走型格 所以我選了這個型格 我真的有想過 選美的時候真的比較瘦 去完印度之後就中了一個不鏽鋼 是啊 我去印度之前 我記得以前 第一天進來這裡做interview的時候 被傳媒記者拍到 還說我是包包麵徐淑敏 那時候她的名字 是啊 包包麵徐淑敏 然後她的樣子都是肥肥的 然後去完印度之後就瘦了 因為太瘦了 我聽他們說全部去日本 你是日本人嗎 但是在日本也有瘦 日本也有瘦 沒有可能 應該沒有你那麼快 你是極端一點 印度真的很辛苦 你現在解了鋼 所以肥子 沒有解鋼 幸好鋼也有些能力 可以保持到 但是現在要加自己的運動 都沒有機會 因為我可能有很多朋友 如果香港的朋友 很多都在圈中 已經是TVB人 是的 已經是這裡的同事 如果不是海外的 他們的廣東話 不是太好 所以都沒有什麼特別 但是我就會覺得 其實很多女生 如果他們想參加 應該都不敢問 有時候他們會很避忌 害羞 尤其是可能我那時候 我參加 我都只是跟爸爸媽媽說 我說我遞了一張紙 他們都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 這些應該是由於這個女生 如果有女生看到我們做這個節目 我覺得是應該 自己想做 就自己做了 你如果能入圍 那就更加好 然後後期才跟朋友 他意思是先斬後袖 沒錯 不是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最大的勇氣 因為你填了一個表 對的 你另一個形式 其實你能否入圍 都沒有什麼所謂 對 所以 尤其是你先做了第一步 也有提過 但是他也沒有很實地跟我說 退出還是會繼續工作 所以 所以我也不太清楚 他現在這個 情況是怎麼樣 他三進宣佈了這件事 對 我還沒看 但是我覺得沒有的 起碼他有嘗試過 我永遠都覺得 他都是因為港者入行 所以我覺得 他能夠經歷了 他都有拍劇 有拍中藝節目 我就覺得 可能他有其他的方向 他想嘗試 他會覺得很可惜 我相信 他都應該清楚 他自己想做的事情 所以應該也不會 對